Hello大家 你说神奇不神奇 昨天我居然修好了这个镜头 我真的是什么都能修了 什么都能做 今天的主题呢 又恢复了很久以前曾经做过的称重环节 为了因为包包放上面有可能会 两边会碰到底部的一些东西 我垫了一个盒子 让它保证 保证所有的重量都会在这个称上面 称什么呢 今天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 会觉得大家普遍反应 或者说会觉得35这个尺寸的缺点 就是重量会比较重 重吗 我真的不觉得重 可能男生用OK了 男生用是比较OK的 确实是 也有看到男生会觉得35是个很实用的尺寸 的确是这样的 那40的话可能对于男生来说重量也并不是特别轻松 而且40作为日常包的话应该容量有点太大了 懂我的意思 所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35 包括我也是这样认为的35如果是选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颜色 然后作为日常出行日常工作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Nice非常OK的 那今天为35正个名啊 也不算是正名了 那大家对重量重还是轻 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1000克已经很重了 有的人会觉得1000克OK 对不对 有一些参考 一个手机这个是加了一个壳的iPhone 10S 这是我自己的手机 是219克 大家自己生活中有很多参照物 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用的哪款包包 会经常频繁使用的 你可以去测量一下它的重量 如果从你现在用的这个包包换到35的话 你会不会不习惯 OK 虽然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称重环节开始啊 今天会称四只包包 是四种不同体质的 一边称重一边给大家介绍 好的 首先是这只啊 深海兰的 深海兰扣的这只 这只是Togo皮的 那它的年份刻印是M克 应该是09年的啊 09年的包包 那这只包包其实对于我来说 感觉它比新包 好像会略微重那么一点点 就是同样Togo皮的话 因为感觉它好像是要厚实了那么一点点 对 然后整体的这种手感会非常好 嗯 分量呢 感觉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 可能这种分量是一种反馈 是一种高品质的反馈 告诉拎着它的人啊 我不是一只 可能用两年就不会被你喜欢的包 或者用两年就不能承载 日常工作的包包 OK 所有的部分都在秤上面了啊 所以它的重量是 1197克 就是1.197公斤 好的 这只 深海兰的包包 刚才忘了说啊 今天称重的所有的包包 都是完全裸包 除了包包自身上面的东西之外呢 任何的钥匙所都不在里面啊 所以说如果 加上钥匙所 可能又要加个几十克的重量 对 OK 这只 那接下来 是一个 福耀的皮 这只包包 其实当时到过手的时候 我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喜欢这只包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福耀的皮是我 在可能在圈子里面都不太见到的包包 而且是 这种金刚色 金色金刻 我倒不是迷信金刚色 但是呢 不可否认 金色一定是有 它 独特的魅力的 对 所以 我还是 觉得这种 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 那不是一个很跳的颜色 很 很 难以拿得出去的颜色 可能大包 小包 可能金色的话 都还蛮 蛮 蛮细精 或者说蛮受主人喜欢的 这只包包 同样裸包 不是说它是 只有裸包啊 它是有钥匙锁的 福耀的皮呢 被大家介绍的时候 首先是它的防水性 接着呢 是它 纹理非常的粗犷 适合男士使用 那它的重量呢 是1234克 这只福耀的皮的包包 那这只福耀的皮的包包呢 比刚才 Togo皮的包包 要重了37克 差不多 可能是一个钥匙锁的重量 接下来呢 是Epson皮 那Epson皮在 可能在二手市场 相对比较受欢迎 为什么呢 它首先是一种 比较鼻挺的皮质 会给 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感 会比较好 加上一些颜色色彩的话 可能比较受大家喜欢吧 同时呢 它还是有一些优点 比如说它的重量 整体来说 是要稍微轻那么一些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薄金35 Epson皮 这只包包 大概有多重 的确是要轻了一些些的 那这只Epson皮的包包 重量是 1.084千克 的确要轻了那么一些 那这只包包 要比Togo皮的包包 还要轻了113克 轻了100多克 作为本来只有1000克 多一些些的包包 轻了100多克 也算是轻了不少了 对吧 最后出现的是 倒微鳄鱼皮的一只包包 是这个 那其实在我接触鳄鱼皮之前 可能会有主观这种 刻板偏见 就会觉得鳄鱼皮的包包 可能会重了那么一些些 直觉上鳄鱼皮可能会厚 对 那其实接触过鳄鱼皮的钱包啊包包啊 我会觉得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厚 那它的重量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乘一下看看 1050克 哇 今天 真的还蛮惊喜的 为什么呢 当大家都会觉得 Epson皮的包包 应该是最轻的时候 我们发现 原来鳄鱼皮的裸包啊 是这四只包包里面 最轻的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它们整个重量 最重的Fillard皮的1234克 这些都是裸包的重量 然后是Toco皮的1197克 以及第三名Epson皮的1084克 和最轻的 到位鳄鱼皮的这只 1050克 整体来说 所有的35的包包 都在1000克以上 1000克以上 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啊 有可能 比如说材质不同啊 或者是它的这个这个 均匀程度不同 那可能 有一些包包 有可能会低于1000 但是大致都在1000左右了 对吧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见到过 1000以下的 嗯 1050克 最最轻的 WOEP 那这样的重量 对于你来说 是重还是轻呢 个人感觉 其实作为一个包包来说 它要承载 你生活的所需 你可能需要放电子书也好 放钥匙也好 放其他的什么充电宝啊 手机啊 文件啊 甚至有些朋友工作中要用的话 可能放一些乐谱 那需要承载生活中的一些强度 工作强度 那它一定是要有一些重量的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 不可能 这个鱼和熊掌兼得 所以 嗯 薄金三五到底重不重呢 我觉得回答问题的 还是你自己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